應該是覺得不是非常的滿意 謝謝要輪到地主的選手 今年17歲的孫秀賢 孫蘇賢 也是年紀非常輕的一名選手 在國際大賽的參賽經驗並不是太多 在上個賽季是有參加了亞青 而世青賽當時是排名的第23名 而在這個賽季當中參加了Autum Classic 則是排名第17 最喜歡的世界大賽季是排名的 保持這些寶寶 平平基本上才是排名的 再來是最喜歡的 快逢 再來是最喜歡的 如果大賽季的就像 為了大的 我們全世界可以學到 我們在一場 三千二 竹跳牙 Fly Thin Fly Street 一群 它套是华尔珠的跳样 这是组合旋载 这下它执行的一套步法 Cy nee B Lay back speed Lay back speed 這位韓國的選手 他出現一些小小的失誤 他在跳三圈的菲利普加兩圈的Tor的時候 他Stay Out了 這樣子在GOE會給予-2的評價 以及在跳三圈勒子跳躍的時候 跌倒了 這樣總分會被扣掉1分 還有就是他在做兩圈半的AXO 他只有跳半圈的華爾茲 這個分值就是0分 就沒有分數了 就非常可惜 或者他第一次來挑戰四大洲競標賽 可能也是覺得有一點緊張 在本賽季當中 他全國大賽是排名第12 不過這次韓國選擇是讓他來參加四大洲競標賽 可能也是希望可以來磨練一下這位小將 就是他的第一個跳躍菲利普跳躍 他的圈數呢 是不夠圈的 加兩圈的Tor 這樣在質量分會給予-3的評價 這個呢 三圈的勒子跳躍也是不夠圈的 那這樣子也是給予呢 低分的一個評價 這本來要跳兩圈半的AXO 變成華爾茲跳了 在這一個欄位呢 是0分了 是這一次比較特別的一個角度來檢視一下選手的動作 第一次來挑戰四大洲競標賽 或許是出現了一些問題 不過地主的選手 選手實在還是讓場邊的觀眾是為他喝彩 因為畢竟是地主的選手 我們也希望他在場舉的部分可以再多多加油 在本賽季哈的短取最大成績是來到31.91分 而過去最大成績 則是出現在2016年的世界青少年錦標賽 拿下46.18 當時排名是有來到23名 陳秀賢的分數 技術分19.47 變成10.14 被扣掉一分之後 短取是來到了38.61分 而且暫時是排名墊底來到第8 自己可能也是覺得比較失望 不過旁邊的教練也是鼓勵他 希望他在場舉的部分可以再多多